那今天的人对地图的观念是北在上的 所以我把它换成北在上的 对现代的人你不要头脑不要再去转一个圈 事实上这个方位我讲的方位是活的 是相对的 方位是活的是相对的 你说八卦的方位 你说坎是北,黎是南 是不是这样子 你东南西北看是这样看的 是不是 可是你如果把它拉起来看 八卦图不是一个平面图 八卦图是一个立体图 为什么 它是一个球 它显现的是一个球 比方讲阴阳于图 阴阳于图不是一个平面图 它因为画在纸上变成平面了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平面 它是一个球 球体 它是一个立体的 立体的 它阴阳于图画出来两边平均 是不是 可是实际上它的每一个状态 两边都不是平均的 因为它在动 它那个阴阳于图不是死的 它不是死下来的 它只是画出来告诉你 阴阳的含义 关系 可是那个图真正的 真正的 你们看现在 现在研究天文的 地球的产生 一开始那个混沌产生 它是不是在动 它动才有离心力 向心力 才能够哼出阴阳来 所以书上说 弃之轻轻者上乎为天 着重者下您为地 轻的为什么是轻的 为什么是乎 重的为什么是重的 因为它在动 因为它在动 因为在动 重的东西就 轻的东西就往上走 走嘛 重的东西就往下走 走嘛 要不懂 所以看这些图 不要使脑筋 不要使脑筋 要你们去看图 你们去看八卦图 像刚才晋级问的 所有画的八卦图 传统的都是 都是离 离在上嘛 是不是 为什么离在上 刚才讲了 因为 因为 皇帝 坐在北边啊 他的前面是南啊 所以我拿给你看 你是皇帝我拿给你看 你是长子我拿给你看 这样子是不是你比较好好看 离在上你比较好好看嘛 因为跟你的方位是相和 相和的嘛 是不是 不是 他 这样子摆有他的方便性 可是今天我们大家对方向的观念是 地图的观念 是北 北在上 所以我们就用地图的观 观念来看 你说这跟以前相反 不是相反啊 以前也在转 转啊 这样不懂 啊 他在转嘛 你到北半球跟南半球就不一样啊 啊 所以八卦的道理不在于那个死方位 而在他们相互的关 关系 你们去看有些奇门遁甲的书 有些奇门遁甲 他的修身伤度 尽死尽开 跟我们的也不一样啊 他的修门并不是在北啊 他的修门并不在砍 他修门好像在前 啊 听不懂 我就跟你说 这个东西由你来定 啊 八卦的方 方位 你到一个 你到一个地方 到一个地方 你一看 像我 像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我选他的一个 原因 除了开阔以外 有那个以外 他是这个公园里面 地势比较高 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那个地方也 也 那个地方也很好练啊 可是那边是一个 地势低 地势低的地方 好吗 那边也可以 如果夏天太阳真的很大 我们可以在那边 树荫比较多 也可以 可是这边 它高 以高的地方来讲 我们就可以打 它是泥的 它的阳 它的阳气垢 知道了吗 比方讲 下雨啊 潮湿啊 那些水慢慢往下去的时候 它干 干得快 啊 它干得快 它为什么 以前 涌和那个 涌和那个 四号 四号公园差 因为那个公园的地 永远 永远不会干 它太低了 以前是一个 垃圾场 这样不懂 要我们选 选 选地方 那些地方不会干的 它永远有水气在 永远有水气在 永远有 永远有 怎么讲 发霉啊 或者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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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的那种 那种 那种 辅的那种气 气味 知道不懂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 到这边 一看 你就定嘛 你就定 我定它是泥 它 它 它是泥 它就是泥 你不能拿个 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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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来看 哪边是哪 不是这样子的 看风水 是这样看 看风水 可以这样看 练拳 练拳 不是这样看 我们生活的活用 生活的活用 生活的活用 也不是这样看 这样不懂 啊 啊 书 书上的东西 你要记 你要记 你要记得 就像话一讲出来呢 容易把它讲死 至于写到书上 更把它写 写死了 可是那个人 头脑里的东西 不是这个东 东西 像不懂 那个人写出这个东西 他头脑里的东西 永远比他写出来的 要宽广 要大 要活 啊 所以我们会学习 你要看 你必须从这个东西 从这个东西回推 所以这个人头脑里是什么 要不懂 而不是死守在这个 啊 要不懂 哎 所以研究这个东西啊 跟你如果再去研究易经 你用这个观念去研究易经 你就完了 你就完了嘛 你就完蛋了 你就完蛋了 你被它困 困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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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囱 好 要不懂 這些东西都要把它当成一个s 立体的 活活的来看 知道吗 不要越学那个脑 那个脑袋刮的越 越 越越死 好 好